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要是今天有点吵 是非常的吵 救生改造 你要集齐五个拆就赢了 你看这边都变了 外面没了 外面都没了 椅子都没了 徐妈妈 徐妈妈 男宾一位 你好 你这没拆啊 徐妈 不把你送我乌姜 徐总好 辛苦徐妈妈 好好不辛苦 早晚有一天找我下家给你除不出去 这 这是牛奶的杯子 这你了 你喝的是水吗 是 你喝的是水啊 我让给你 没人泡 我给你碰 拿杯白水不好意思给你碰 拿白水的干嘛都先紧着自己喝 第一杯不干了 第一杯干不了 杨厚今儿都换了 你们干了我们俩随 杨厚今儿都换了 你看小指都翘了 你看喝白水那个饭 是啊 都是猫的饭 然后开始恢复训练 所以现在节目不让你喝酒 你待会儿 节目完事别带我喝去 节目完事之后 我带你吃夜宵 但是我不让你喝酒 那我也不吃 还吃炉煮吗 还吃炉里面茶 对 给我煮了 对吧 太送了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录制现场 下面介绍一下谈话规则 在录制过程中 不允许称呼对方的头衔 比如老师指导哥等一切带有尊敬意味的头衔 这规则是给我说的 即被审美犯规 全场犯规最后将在最后 弟弟可以 对 弟弟妹妹 妹妹可以 压力大吗 不说话我就不犯规 每一个来的都是这样 韩盆最开始也是这么说的 对 我才听着 但现在不是压力大不大的问题 这脚好没好 对 受伤了 对 那是哪块伤了 大脚趾旁边吧 大脚趾 大脚趾的这 正中间还是 没有 稍微往底一点 骨头是吧 对 伤得严重吗 骨折了 但你看他们职业球员 听到骨折吧 就是这个状态 骨折了 对于一般人的骨折了 骨折了 你骨折了 反应都是不一样 你看这几个念无表情的 我觉得你们俩都有病 真不当回事 怎么能不当回事 当回事少挣不少钱 心里跟脚都疼 疼 谁疼谁知了 很伤的 训练的时候吧 然后被踩了一下 谁踩 忘了 你要找人踩一切 踩完消火了 踩完灰飞烟灭了 一样 就是回去训练的时候 然后 一个球我都没看见 然后我和孙可 撞在一起了 然后可能 也踢在他的脚上了 然后当时也不知道 然后因为我们跟延边比赛 然后也没去拍片修了两天 比赛的时候又踢了一场 回来实在受不了 又踢了一场 对 已经上了以后 那两天也没训练 然后就到比赛那天 然后本来想打麻药上 然后一是你打不打麻药 反正都是疼 就咬牙踢完 踢完了以后过两天 休息忙放假 然后回来训练 练完了以后 就感觉越来越疼 然后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说 去医院看一下 这种 Jasper 这种损转了吗 他昨天像羊水破了 什么呀 华 racket上看 我一来一端 他就是受不了了 我只能去医院 痴癌 伤掉了 你没说到你好像自己有经验似的 咱们这谁没骨折过 谁没骨折过 我也没骨折过 那你说这么劲 到底我体会吗 我真的感受这个骨折 这种技术从来没骨折过 没骨折过 我那手指的盖都没骨折过 我说眼睛都亮了 这是说明技术高吗 不是 这说明一直躲着起 说明是一直不够简定 如果说在球员里的伤最重的 应该也就是像杨浩的伤 脑子坏了 我一想你就会说这个 你是左右腿都断过吗 我左腿是零五年断 左腿是内侧腹内跟后脚差断了 但是没走得住 那你就练力量 但是就不踢球了以后会很别扭 不踢球你腿就没有力量了 你腿就是没有人带了 然后腿就晃了 后来就没结上了 就是长肌肉上了 长的肌肉上你肌肉带着 带着它就有劲 所以后来耗着跑步怎么踢地跑 跑那么快 后来为了平衡的右腿 再来一下吧 但是他右腿那一下去年吧 去年对 去年招手里找我看直播 就是我眼神 这种认带这种东西 就是很多是个巧劲 我前两天我看体育新闻 我看衣部 头一跳起来以后一落地 那腿就这么一下 当时我看了我不敢看 就是那我当时一看 可能是伤完以后 我看谁 比如说一受伤 有其爱玩 前世再生太断了 久病成医吗 真的就是一看他那一下 我故意就悬了 什么事 那这个过程 你说这寸净 怎么觉得这应该是倒霉 你看他因为你不认识他 你从地球开始认识他 你都知道了 他是属于杀人无助那种 他有今天是最有应的 我从来不认识他 我从来不认识他 我想说磕脑袋磕碰 就是真的是最重的伤 把我头都一直没头过来 你这个确实太重了 影响一辈子 你要这么说的话 确实有点重 我们肯定没你伤 我同时伤了心了 我说过最终的伤 也是交叉人带吧 也是前交叉人带断过 哪天 2008年跟北京嘛 我们就以前鲁能主场跟北京的时候 其实我当时这个时候 我一直都没说 确实挺搞笑的 其实我当时人带断了 确实是自己 就那场比赛踢的有点差 你知道吗 就是踢的不好 然后结果进了个球 然后我就自己来了个滑跪 然后自己给自己挖 自己给自己跪那儿以后 你知道吗 就站起来试了试 咬着牙就没事了 哈哈哈哈 接着踢了 面上四二不能丢 对呀 踢完了以后吧 就一直站在边上 你知道吗 也不敢接球了 结果中场休息了 也不敢说 我就说腿有点疼 哈哈哈哈 我们大夫把腿整个给打起来了 打起来以后 下半场能不能开始我们发球吗 就我不踢前腰脑 然后穿一摸球 往后一穿 我就感觉这个腿怎么出去了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一穿的时候怎么腿不对了 然后就跟蒋亚说不行了 下来 就是一直都 这个事就是 可能跟朋友开玩笑说些 但一直都以为我是比赛时候断了 你知道吗 其实就是 全世界滑跪的时候都会 现在基本上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那时候那时候报的不也 不也 那时候 强哥 啊 去去去去 帮强是吧 哈哈哈 真的啊 王永库 哈哈哈哈 不是 开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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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外号啊 这些 王永庄怎么回事 华贵啊 也是华贵啊 哈哈哈 因为你华贵完了之后 有别人过来 有啊 很多人嘛 然后过来 那会儿还没觉得是吗 那会儿觉得了 哈哈哈哈 但是因为 当时说实话 就是 前天他人家断了 就在我感觉这个可能就以后踢不了球的那种感觉 就最早以前 因为当时还是那个就已经有关键性了嘛 就是不需要把膝盖打开了 你要再早几年的话 你把膝盖打开的话 你后来是怎么接的 是从那个取的人带是吗 对啊 从后面取的 基建嘛 对对对对 从哪儿取的 哈哈哈 国中尼啊 就这块 厚的这块 不是就这 你摸那个侧面这块 有个大筋 就这块 它那块是最厚最宽的 它那个是 它那是这么一个大片的 它可能给你这儿截 截出三分之一 或者多少 就是 哦 我把剩下三分之一 就跟那板筋似的 板筋似的 从这儿给你 撕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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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板那一块 等于补到前脚叉 补到前脚叉 给你盯上是吗 对拿小盯 然后呢 编一个小麻花似的 后来 他能看 因为现在手术都能看 你那时候关键性 都能看 都在旁边 都在旁边 就是自己看着自己 嗯 不是 都能看着他怎么 膝盖里面什么样 什么能看见他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屏幕 就真的一开始不敢看 但是 但是你这么躺着 也没事 好几个小时了 对啊 关键是你手术完了 最难受的是尿不出尿 你知道吗 就这个是最难受的 为什么 你控制不了 不是 你手术完了以后 你有感觉 控制不了 是尿不出来吗 你有感觉 你是水龙头 你不感觉 想尿 死不上劲 用不上劲 麻要劲只要没过 是全麻的原因吗 没半麻也是 半麻 就半麻 当时我按时 组腰有点打完 可能你下边全是麻 全麻 对 就是你组腰下边以后 全是麻 就是你伤刺者小便人的 就是使不上劲 必须得要劲全过 用劲全没了以后 你才 我还真没的感觉 我那半麻感觉 你那个是我的伎俩 我当时完了以后 就做这个时候尿不出来 就能尿出两滴来 当时那个感觉 你知道吗 就都挺舒服的 我是半麻 腰麻 腰麻之后 给你打虾名的 往那一攻 对对 有个一打麻药 感觉像垫底了 对对对 自己快丑过去了 对 然后看着他在那弄 我感觉挺难受 我是心难受 我不感觉会真的 我心难受 还是你的身体不舒服 你知道 你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对 就没有感觉 腿在这 你没有感觉 我在躺边自己捅我这腿 咦 我玩了 你没感觉 你会看 我腿怎么起来了 就是说那个任带的事 我想起码有趣了 然后有一次好像在广州 就是我好像唯一一个 就是眼看着断的 他好像是那手 他那一条腿好像断了两岁 断过三次 想想那会情况 因为我都听见啪那声 是吧 就是在场上的时候 眼看着框倒下去 我就不行了 那会我还没有太多经验和知识 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想就觉得挺可怕的 就眼看着人啪 就特别脆的一声 啪 受伤是这样可怕的 我见过最可怕的就是张池那次 我就在旁边 太吓人了 跟四川吧 当时还 然后一个球 愿意往正面一顶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看着他跑过来 往外一撩 撩在那个里边的腿上了 然后当时我就看他倒下的时候 还没注意 他这样把腿一抱的时候 我就站住里能有两米都没有 就那个样 直接就是都掉下来了 我看太吓人了 其实看完以后 这一场球是踢不好了 踢不了了 你怎么踢 就真太吓人了 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踢球觉得根本就不敢踢 我就在想说在现场 你就在边上看着 这都有经历 有队友进边聊天 这扭着脚就一下 你踢牙的那个 你踢牙的那个 搬骨了 原来没有 没有 他在吕刚在青岛 是在青岛 当时还在青岛 在青岛 对对 吕刚跟我讲 一个月都睡不着觉 他妻子是吧 睡不着觉都 虽然后来好多人骂 但其实吕刚也是需要心理治疗的 当然了 而且当时这个不是故意的 这个球就在这了 说实话在场上踢球 没有那种故意的去想 伤害最想不怕 你其实你正在 虐要故意要这么踢 反而到踢不过 踢不过 你想把他也踢破了 你得多难 对 对吧 肯定不是故意的 这个东西 我觉得在场没有人想去恶意 伤害 或者怎么样 但你踢球有的时候 确实没办法 我觉得还是自己 掰的那种伤病是最严重的 因为就可能你看着戴戴球自己倒下的那些 可能我觉得没有任何身体接触 那些可能是更严重的 对 我觉得这还是巧劲 现在科技 反正现在世界上咱们不严谨 严谨这个怎么受伤 运软怎么受伤 怎么抗护 中间还严谨一个 现在为什么做核心力量多 包括都是严谨出来的 就是摔倒和自己受伤 是最严重的伤 所以说现在变成不是说原先 练专门的一个部分的力量 是你全身综合性的力量 全身综合性的这种小肌肉群的力量 对 每一个地方 包括你手指头 包括处地 胳膊 上下肢 脖子什么各方面都 都是要均衡 你别说跟你们那个年代 就跟我们那个年代 现在你看 九点后就是 那些神速是太好了 对吧 你就看 王通 刘宾明 他们那些 也很棒 神速是太好了 你跑得快 还能跑 还有劲 对吧 所以我跟他生了一个年代 我怎么踢球 我都摸不着球 但腾子没你 请说 腾子没有你这个脚下 但他类型真是挺不一样 在国内这些不同类型的球员里头 特殊的 这俩都挺不一样 这是我那个 你哪个 姜范 哈哈哈哈 比小猴子还哪个 哈哈 你怎么这么恨气 我让我弄的 我告诉你啊 在这个局里头 唯一有可能继续犯规的就是你了 你现在一分我零分 没人能追了 你就放开了就完了 对 我也觉得是 不是 这个是这样的 如果我为了他犯鬼也无所谓 我为了王翘犯了个鬼 我就很难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咱们提到王翔 这是有挺多故事的 对 王翔那时候真是伤病 那时候过去就去哪儿 去咱们比赛去 面瘫了 他是面瘫一把 他面瘫一把 踢的时候好 老这么踢 上医院 天天 他为什么要面瘫呢 中风了 中风了 真的 你这样特别好 踢球特别跟 劝整国我觉得 读抢要读的最好的就是他 就是你看他那个经验什么 他就是你要设门的时候 不一定从哪个地方出来个日八球 当时也肯定是他 但是不一定是有脸还是有哪 哈哈哈哈 你在伤点的时候 为什么还 特别 每次你们觉得他受伤的时候都特别惨 而且都没事 对啊 就是每次受伤的时候可能 然后满脸都是血啊 对啊 下去的时候看整个人就不行了 哈哈哈哈 肯定没事 一会就上来了 对 就这种 我们可能更小的 真是就是特别缺 就像他这种 踢球这种作风这种精神 没有 现在后来没有 而且对这种比赛 省力的那种渴望 他真是没场比赛完了以后 他真会跟你聊啊 对 是吗 就 在彤彤的时候 每次比赛赛 回来以后上午一坐 小啪 我说 哈哈哈哈 差点一点 我说我 这个脑子真好学 我说你 我说你 你看 我说你 你走吧 哈哈哈哈 你聊啊 没有两个小事啊 肯定是不算完 他会把他恨不得每踢的一脚都跟你说 你看我这时候踢的好不好 你看我这时候踢的好不好 他是听意见来的 对 认真 他还不止跟自己队友聊呢 他还跟自己那儿队友聊呢 哈哈哈哈 那边踢完疼啊 那个那个 就那边跟这客栅踢完之后 咱马上吃饭 你不在吗 在开发局那会 对啊 那还聊呢 就咱俩 我那边 那一场好像我进过去 不是我传了传两个球 然后那场比赛的时候 哎呦我跟我这就聊 咱俩生气的进行勾勾 哈哈哈哈 吃一顿饭跟我聊 他不是跟自己队友聊 他还跟对方队友聊 这个人 就是因为你周光两个口门啊 他觉得他 我这球能补 但是他过来怎么又这烂的 这全球了 其实吧 嗯 就总结那个球 其实就是他放不住你没表 哈哈哈哈 说那么多他没用 他就是为了在这跟你讲一下 那个球不该我事 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见王强是在哪呢 史阳有一个那个跳舞 以前叫什么 我王强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了 对啊 我刚刚有 跳舞两个话题 不是说什么小话 今天是王强专场 对对对 以前叫第一 你看这个表情 叫第一次搞的一个地儿 当时我就看 有个人穿了个旅游鞋 上面穿了个金德那个大椅 脱了到脚底 手里拿了个机架 哈哈哈哈 他的机架就是不低 他比其他人都高 进来了之后 拿了个左手的那个机架进去之后 大家所有都在 最起码点成可乐或什么的 但是他拿个机架在中间 五四中间旁边的一个小瞪子上看 哈哈哈哈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 哈哈哈哈 造型很别致啊 我们成功的为我科普了这个人 他的角色很丰满 很感兴趣 很感兴趣 白杜走一下 哈哈哈哈 王强书想要参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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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你也不用小叶了 哈哈哈哈 王强还一哥哥就王强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他哥 但他哥现在 王强的名字也还有气势 刚强了 王强王强 他 别说头了 再说头了 哈哈哈哈哈哈 又露不住了 本来以为王强就收口了 王强还有个哥哥 哈哈哈哈哈哈 你儿子拿一个还在找你 对对对 你儿子 告诉我 我听你说这个 咱们聊自己的伤病 哎呀我悲惨 我悲壮 欲聊王强 哈哈哈哈哈哈 都行 先唱歌吧 不过这个提到这个伤病啊 我这是这首歌送给所有 在球场上受过伤的 呃这个球员们 齐里咔嚓 我 稀里哗啦 正强头球 和往强装伤了 哈哈哈哈哈哈 跟我谈的 人呆也短了 我又掉了三颗牙 我那个鲜血一直往下抵达 好 我到附近的医院去检查 大夫说我的雷骨舍了仨 不要问我有什么想法 我也许要结束这生涯 俱乐部把医药费帮我交上了 不够不少 不够不少正好三块八 好好好 谢谢 三块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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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根肋股 哈哈哈哈 这个同志们 咱们这个中场休息了 中场休息咱们这还是这个老规矩 而是有一个正问反达的一个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呢 今天这个王永珀是新人啊 那么今天咱们就考验他了 正问反达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对 你看我问他 你吃屎了吗 你今天吃屎了吗 哈哈哈哈 吃了 对吧 对吧 就是正面他没吃 对对对 好 注意听听 黄永珀 你觉得权剑能否进军下赛季 亚冠练赛 不能 有人称你为中国鲁尼 你觉得自己地球像鲁尼吗 像 其实你胖的时候 跟那个体格确实跟鲁尼挺像 很多人说帕托是权剑的颜值担当 你觉得自己和帕托谁帅 我水 我不是我有事我得问问你 你怎么微博老骂的 开玩笑吧 他就是 谁教的 他其实我真不知道 这个一定要播 哈哈哈哈 这一定要播 不过其实其实 你想啊 其实每个队的老外来了以后 他都是会 如果要中文的话 肯定是先会骂人的 啊 是 你说你好谢谢这些 除外他肯定会骂人的 因为我觉得骂人的可能比较简单 而且说的人多 对吧 他可能就这样 所以胡骂傻 这种称赞 就是好玩嘛 就觉得好玩嘛 打着我呢 你好你好 哎呦 别敢 哈哈哈哈 就是老外来中国就不交点好 来 希望贵女像自己多点 像老婆多点 像老婆吧 哈哈哈哈 哎哎哎 那会有点惨 你考虑清楚 那会有点惨 正文反达啊 老婆胖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像你那样胖的 小老婆胖 好好好 自己的转回费在本土球员转回记录中排名第三 觉得自己值这个价吗 正文反达值还是不值 不值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小表情 哈哈哈哈 哎呀 确实不值 哈哈哈哈哈哈 走到素了了 神无聊 我玩 哈哈 原来王永破 就是所有人都管着叫王小胖 嗯 是很胖的 你现在看是完全看不出来的吧 完全看不出来的 我以为他一直这么说 但他这 他虽然当时叫王小胖 但是真挺胖的 嗯 我回去找找 王小胖胖的时候特可爱 嗯 哈哈哈哈 他圆了 我那一年跟东旭天咱俩见了那会儿是 就是腾卡特那年 腾卡特那一年 我就感觉 哟 这哪是小胖 我 瘦 是 我就瘦的感觉 我就当时 当时江湖传闻传 我小胖这次得一个重命 哈哈哈哈 等于我这次胖不回来了 哈哈哈 没有 当当时什么故事 腾卡特刚来的时候 我们队 就是以前鲁张队啊 习惯了 就找了一个 就是 就是一个营养团队 然后我们当时在海口集训 就是队里不有特别偏瘦的吗 有胖的吗 然后就像胖的减肥瘦的 就是中肌肉 对 就这种 我就去之前 然后我就自己去超市 买了一些全麦面包你知道吗 就是全麦面包不是健康吗 然后没有油水 然后我就每天都吃那个 就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记得就特别清楚 我说82公斤 回来的时候就减到76公斤了 然后如果训练完了 可能都不到75 就这样 就是每天都冲 每天都冲 只要有一长 只要长一点 我肯定是不能吃饭了 然后就这样持续了两三个月 然后就基本上就控制下来 02年那时候刚上一队的时候 那来了一比特洛一期 那时候我63公斤 完了 63公斤让我减肥 后来我还特意问他 我说你让我减肥 63公斤减肥 然后说对 就让你减肥 说减肥 说减四公斤 当时我留点上头 我还减肥 好 后来给以前教练打电话 他说那可能想让你更灵活了 减吧 减了一礼拜六十 我还就差一公斤了 一会那翻译过来 实在对不起啊 我给你写错了 写中73公斤了 哈哈哈哈 你玩死我了 我一搬上台之前 我就真是三天不吃东西 三天不吃东西 只喝水 活着真不容易 特别不容易 打住了这行没吃饱过饭 你从小就那个要那什么吗 所以没长起来 你这样接这个吗 我听你说了 就做点事 当时王亮跟我说的 说怎么可能人受不了 你看旧社会有胖子吗 吃不饱不可能胖 你怎么你减肥你都要不吃饭 反正下别人也有很多问我 你怎么减肥的 然后什么我就跟他们说 对吧 就是不吃东西 其实我特别容易胖 就是我只要胖瘦 就我家我老婆什么 他们都知道 只要我回头的时候 一回头就知道最近胖了瘦了 因为我一胖了脖子 特别酷 就一回头的时候就能感觉到 你知道吧 就是有肉了肯定长了 就这样 养伤是一件特别苦恼的事 你养伤 咸的时候可不就得吃吗 吃不饱了 多得心啊 他们那个 不是 多得心 人家有心 吃饭 我就想知道 比如做完手术之后 你回家的第一天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回家第一天个死人 因为你想 又从你这 跟你把人带顿出来 又给你拉开了 又给你那打到眼 你说麻油精过了 能不疼吗 疼得跟他 谁呀 兄弟这样吗 真的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也不四天 出院了 出院以后呢 回家以后第一天啊 我就坐在沙发上 一下到家就坐沙发上 等到晚上回屋睡觉 我就起不来了 就怎么掺我 我说你别动我 不行 我父母什么掺我 我就跟那儿睡了 我说起不来 就你刚一起 就感觉那腿咚咚咚 跟那儿跳 就那种瘦的那种感觉 我说不行 我就跟那儿睡 我就直接就在沙发上忍了一下 真的 就是你想想不到那种疼痛 最有应得吗 我来自己逗 做完手术以后 我就不接这潮了 不是吃最有应得吗 我跟你聊聊具体怎么最有应得啊 您说 做完手术 上午做完了中午我推回来 推回来以后下午迷迷蹬睡了一下 晚上吃点东西 一会儿差不多下午四五点五六点钟吃点东西 等到九点才差不多该睡觉了 我问我 先来一份指动药吃了一份指动药 晚上打针吗 就是打那个东东冰 就是吃疼了 吃疼了 他不用了 能咬牙 没问题 但是麻药劲还没全过 这个没问题 能咬牙 你当时觉得疼也就这样 对啊 也就这样 但是等麻药劲一过来就很闷 没问题 后来一到十点钟 我就开始摁铃 我说来来来来 敢给我打一针抗不住 结果打了一针 手术他都会问你打不打 但我没打 是吧 我就那样 你生扛了是吧 你真没扛 没打 没能弄 每个人的疼痛感也不一样 不一样 真不一样 你觉得没那么疼 不是我不是觉得没那么疼 但是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可以咬牙 但是就像我觉得 比如说你说我当时脚断了 我可以咬牙 你提上比赛吧 但是如果拉伤了绝对咬不了 对 你知道吗 就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就跟郑郑一样 郑郑那个腿打开以后 他跟我说 德国那个大夫问他说 小伙子 你是不是没有疼痛感 打开腿以后 直接一次性做了四个手术 是吗 什么内侧夫人带 前交叉人带 拦股 拦股 全修复 他就是能咬牙 每天自己练 要不然他就一直 从去年六月份上 不到现在还没踢吗 但是确实弄咬牙 但是当时你们病的时候 那会印象当中 就是谁会过去看 家人多嘛 也有朋友去 但是那时候 危定也挺严的 不让上 不让上 我在三院的时候 在三院的时候 不让有人上去 上去一个就要下了一个 然后比如几点到几点 有几个人 病房里 病房 不让 人太多了 因为可能是人太多了 太多了 整个病的过程当中 你会对谁的存在感印象最深 大夫 包括后期的 你康复啊 什么 这个过程当中 对我自己想起来 特别佩服我自己 甭打屁了 何必呢 当然你不知道康复是其实最难的 对 尤其上午我跟那些现在说 就是掰角度 我跟你 比如说你刚做完的那个掰角度 哇 太疼 太疼了 你多长时间才掰回来 原来那样 我现在还差一点 比如说拆了石膏以后 让你去慢慢的做角度什么的 就是慢慢的往后压腿压腿压腿 好嘴能达到这种角度 但是你弯到这你就弯不下去了 就是真的人生就跟你往下掰 就这样 自己按着 对 自己根本下不去那手 这个没事 最痛苦的是跪 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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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给你拿了个垫子 垫在里面 然后一点一点的撤 把那个垫子圈完的时候 你跪就是你屁股弄到脚的时候 就受不了了 真是受不了了 就是那个感觉 就跟本人的铜两刀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我死的心都有了 对 就真是那样 太疼了 相当于你十字断了之后 重新接上 他没有那么强的拉伸的能力 不是跟那个没有太多关系 它是什么 你打完做完手术以后 你腿老是直的 你很多东西是粘连的 你里边的就是什么是粘连的 你必须要把这所有东西都撑开了 比如肌肉可能会跟韧带粘在一起 对 然后你要把它们利用你的自然的弯曲 把他们分开 对 对 对 因为所有韧带都是有弹性的 对 就是你现在好的韧带是有弹性的 就是恢复弹性 不是 就是肖大鱼 你现在好腿 给你打一个月石膏放在这儿 你也不可能一下能弯回来 就这种 对吧 对 有一个月石膏 对 我那时候就左腿伤的时候 没多少说 打了三个月 不是打了两个时候 第一个月是从大腿根一直打到脚直的 然后第二个月是把脚直的打到脚腕子 然后第三个月就带了一个那种枝具了 甲板的 就是跟甲板那种枝具 一开始打石膏的时候 打得特紧 到后来就慢慢的 就感觉这手 毛一针能塞进去 后来快的能塞进去 瘦了 没缩了 后来手就能塞进去 跟这儿挠 我再一拆了这石膏 我一看我站住自己没哭了 我跟狼腿似的 你知道就这么细 可自己看着都觉得害怕 你知道 就那样了 特别 就那过程当中 相当于两个月他就一直保持这个组织 对一直保持这个组织 然后你与世隔绝 对啊 你的昨天与世隔绝 对啊 你想吧 老哥去 就是伤命对于他们来讲 确实是挺 挺 挺累的 这受伤心情有点像什么你知道吗 形容一个比较贴切点 就是 就女的不爱美吗 就刚才毁了荣子后呢 对于一个女性被狠 你就想象一下被毁了荣子后那种感觉 正在恢复 你踩一点沙步 受伤就是那种感觉 哎呦太痛苦了 手腕上瘾就莫名的 有那种训练 手腕比别人多付出多少 才能赶上别人 他有恢复不了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 可能有的人如果练得狠一点 可能六个月能康复 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疼 或者什么 他就恢复慢 可能到八个月九个月才能会 就这个 你之前比如说 因为说球的时候 说的场次多 经常能看见伤病 所以基本上就是 这球员在场上一伤 大概就能判断了 大腿拉伤 大概需要三四周的时间等等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客观描述 他需要多长时间恢复 他大概是哪可能伤了 但是这种事想象不到 鱼痒 鱼痒断了多少次 他两个腿 你像鱼痒 确实在刮队的时候 吃饭的时候都要冰住腿 因为他两个腿膝盖都到手术 而且还不止一次 不是一次 就像他现在就是跪的时候 我见过他跪的时候 他肯定是跪不下 你像现在 他现在不需要跪了 他现在不需要跪了 但是他就以前受的伤病 然后到现在一直都太能咬牙了 而且包括以前 现在可能好得多 以前说像什么大蜂蜜上场 其实在欧洲的时候 根本是不太可能的 这对运动员的伤害太大了 你打了蜂蜜以后 你这全是麻的了 但是你打完以后 他给你包括人在也好 骨头也好 会变脆 所以你受伤的激励就很大 对 冒很大的风险 冒很大的问题 那时候老说大蜂蜜上场 说咬牙惊 说什么 好 其实是很不可学的 伤得最狠的时候 最希望身边那个人帮你做什么 谁 早上帮我翻个身 当时从手术台下来 还有麻药件才 就想早上翻个身 太难受了 我翻不了身 自己坐在旁边狼儿 快快过来帮我翻个身 你那个手术你还能翻身 我们手术都翻不了身 翻不了身 只能这么平躺着 因为我当手术的时候 我都是我自己签字 我都没干了 然后我家来人来 就是做完了手术第三天 我才让妈来的 因为我怕来了以后 担心太麻烦了 然后晚上留下来陪床 晚上睡不好什么的 然后我第三天以后 让我妈来带了一周就回去了 可是可能最难的 一是康复 还有就是心理重建 因为你回去比赛 心理重建 比赛是有对抗的 对 心理重建的事肯定很重要 但这个心理吧 你就是只能时间慢慢的 时间长了 而且你的年龄 所以你年龄的增长 你20岁跟30岁的心理肯定是危险 你20岁可以 我觉得还没事 带我让人冲啊 或者什么的 但是你要30岁 你的就是你多多少少 你会想这个球如果来了 可能那半秒钟的你害怕吗 你害怕吗 就是刚就是在伤好了之后 肯定不是说害怕 刚开始肯定是有心理 你就会那种下意识的 就会对一次 但是其实你要说真到了比赛 在场上 谁都考虑不到那些 你真到场上的时候 你考虑不到 我腿有伤 我怎么 那时间太快了 对吧 就那几秒钟的时候 你说上不上 肯定都会上 对吧 所以就很容易再出现问题 心里肯定会有障碍 但是你又得说服自己 说让自己跨过那个障碍去比赛 对 就看这个障碍多长时间跨过去 对 你要跨不过去的话 可能一直你都害怕 你说你跨不过去的话 大家都知道你现在心里有障碍的话 谁也不会用你 谁敢用你 对不对 毕竟都是青春饭 对吧 你就踢球你能踢到多大 对吧 你踢完了以后 还有以后的生活 对吧 你踢球说实话 你什么都不会 对吧 从小就过了经济生活 对吧 你到了以后 你还要重新到社会上重新开始 去干别的也好 什么也好 你都要重新开始 对吧 其实我觉得还是珍惜 就是说现在还是少数上 对吧 能让自己保持好多踢几年 那时候我锁骨端的时候才难受 我那个太难受 锁骨 对我这边锁骨端 什么时候 98年吧 那时候在锁骨端 没上一队 没上一队 在锁骨端 给锁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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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场比赛 但是你要珍惜每一次比赛机会 现在锁骨端端了以后 后来也没做手术 就是拿那纱布绑俩圈 就套胳膊上 跟骨骨的似的 就天天这样 跟领导 就天天就这样 因为他当时锁骨端了以后 这不是骨端就出来了吗 出来以后 必须给你拉开了 后来这骨端断了以后 是两根骨端搭在一块 不是说 不是说还跟你直接对上 两根骨端搭在一块 你这样永远就舍不了了 你怎么着都舍不了 因为他长得一起 就舍不了 就天天就这样 就天天这么勒着 躺床是最别扭的 你这么勒着躺的 不行 你中间这脊椎这边 必须得垫起来 要么你躺不下去 就那样 躺了一个月 我说后来你怎么一上场的时候 跑的都是这样 就那是板得好 但我腰板直 给我板得好 然后 对吧 我现在越飘了 没给点徐猫 我现在越学越像了 我告诉你 你再往前讲 不事情 不事情 哎呀 今天这个聊的这个非常非常励志 励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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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虽然说大家都有伤病 但是呢 说白了其实大家都能够克服 这个让我突然的想起一首歌曲 好 别妒忌那属于别人的机遇 别在意今天还在养伤的你 别放弃你从未停止过的努力 别让你的信念休息 别怪没有和别人一样的运气 别怕你的路你找荆棘 成功和希望不会遥遥无期 用着在沉默中分歧 机会在艰难中孕育 责燃也失掉风景 在热烈中追求不声不息 做一个卓越等你 你不必一颗心安 你不必一颗树敌 天生我才比游泳之敌 你不必一颗心安 你不必一颗树敌 天生我才比游泳之敌 好 好 终于唱完了 你跟导演都上边聊了 终于唱完了 我们大家忍受了 不是欣赏了我半天 这个咱们该惩罚还是要惩罚 你不要看别的地方 这个王永珀取得了今天的桂冠 这个我们有一个惩罚的 一个小的缓解 对于这个东西呢 希望您能够一隐而进 没有透明的玻璃杯 不不不 因为这个属于浓缩汁 你们知道吧 我去 一等会有什么东西在油 这什么 还汤了 有什么东西得油 油吧 我一直跟你搬混离就是怕这个 嗯 哈哈哈哈 来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欢迎王永珀 一言而尽 加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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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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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吗 行吗 其实啊 都是专业球员 我们不会难问你 这就是浓缩果汁 好了 同志们 今天咱们的这个酒吧 就算是正式打烊了 让我们最后喊出 我们中超图口秀的那个 最后的那个有标志性的 呐喊 来 中超图口秀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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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同志们 这个打烊 接仗 你跟我去接仗 谢咯 谢谢 一百八 过了吗 哎呦 谢谢 全剑有钱 全剑有钱 真是现金 哎呀